我跟姜池谈了八年恋爱,应该快结婚了。 我俩从毕业就开始创业,去年公司有了起色。 车子买了,新房付了首付,也快装修了。 如果我没得这个病的话,明年可能还会有个软软的小朋友在我怀里睡觉。 姜池不回来吃,我一个人煮了青菜面,犹豫着晚上要怎么跟姜池说。 毕竟去年我们说好的,年底就要领证了。 医生是个年轻的姐姐,她建议我别要这个孩子,积极配合治疗,还说我那么年轻,治愈率应该很高,别怕。 我其实没有那么怕,因为我有姜池,她总会在我身边陪着我。 门铃响了,我正差一姜池怎么按门铃了。 门开了,姜池有些醉醺醺的,而掺着她的是上个月招进来的新员工,刚毕业的大学生姜林。 嫂子,跟甲方应酬呢,姜总喝多了,车子停楼下了。 姜林穿着一件好看的碎花吊带裙,微红着脸,拢了拢有些凌乱的头发,我就给她送上来了,我打车回去就好。 姜池醉眼朦胧着,倒在沙发上就睡。 我接过她的西装外套,上面染了姜林身上淡淡的橙花香水味。 谢谢啊,姜林。 我笑了笑,太晚了,我开车送你回去吧。 姜林推辞了一下,还是拗不过我。 你一个女孩子打车,我不放心。 嫂子,你们啥时候结婚呀? 路上,姜林试探地问了一句。 我一愣,想到今天姜池给我打电话时说的话,尴尬笑道,等公司再稳定两年吧。 等我病情稳定吧。 这样啊,姜林望着窗外若有所思,忽然低头甜甜一笑,我知道了。 送姜林回去,我把车停好,却想起来上次买的唯一落在副驾手套箱里了。 我开了副驾的门,却发现副驾安全带的缝隙里夹着一个撕开的包装袋,四四方方的。 包装袋里的油渗到我手上,我愣住了。 我忽然想到了姜林穿的吊带裙,开门时微红的脸。 和姜池下午那通电话,以及他借最垂下的,避开我视线的眼睛。 我愣愣地坐在副驾上。 一天之内那么多事情发生,让我一时间竟然不知道该从何说起。 我和姜池是大一那年谈的恋爱。 他追的我,那会我在校门口的淮南牛肉汤店打工挣学费,姜池对我一见钟情。 为了追我,姜池这个正儿八经的富二代足足吃了一年的淮南牛肉汤。 在我同意和他交往的那天,他吃伤了,在店里挖的一声吐了出来,到现在都闻不得牛肉汤的那个味儿。 知道我自尊心强,他陪我一块吃食堂,水果和牛奶买好了,硬塞给我。 我未来老婆要是营养不良怎么办? 知道我闻不得烟味,他硬生生戒了烟,有一回烟饮饭了。 硬着头皮,在一群狐朋狗友错愕的目光下,掏出个棒棒糖雕在嘴里,红着脸给自己晚尊。 呸,你们懂什么?有家事的人就是这样。 我其实一直不知道姜池喜欢我什么。 他一米八五的个子,又帅又是个富二代。 但是姜池不管,他说喜欢就是他妈的喜欢。 他是个狠倔的人,认准了一条路走到黑的那种。 除夕夜带我回去见父母那次就看出来了。 我拎着水果,很局促地站在他爸妈面前。 姜池的爸妈很客气地招待了我。 庸人收拾餐桌时,他妈妈倾咳一声,使了个眼色让姜池一个人过去跟他说话。 别墅的灯太炫目,竟然比八月的阳光还叫人抬不起头。 他召见我身上半就不新的羽绒服和洗退了色的牛仔裤。 这其实是我最好的一套衣服了。 我并着腿坐在欧式沙发上,努力缩小着自己的存在感。 庸人们的目光似有若无地飘到我身上,隐隐有吃笑声,像刀子一样一刀刀刮着我的自尊心。 我听见了他妈妈歇斯底里地喊出那句,他肯定是知道你有钱吧。 那他没爸没妈,以后能给你什么? 我的心像是忽然被人狠狠地踩了一脚,疼得我喘不上气。 我的头越来越低,我用力掐着自己的手臂,告诉自己不能哭。 然后下一秒就是姜池摔门的声音。 他黑着脸,气冲冲朝我走过来,一把抓起沙发上低着头的我的手,我们走。 姜池你出了门就别认我这个妈了。 他妈的声音在背后响起,我们一分钱也不会给你。 听他妈这么说,姜池出门地搅一顿。 不等他妈得意,姜池回过头抓起我带来的礼物,你不配。 这天是除夕,路上几乎没有行人和车子,连地铁都不再运营时间了。 我俩只能走到酒店。 路过天桥时,风呼啸着穿过我的头发。 静谧的城市正是万家灯火时,远处的灯火像一片星星海,却没有属于我的那一盏。 我没有回过头,只是低头很轻很轻地说了句,姜池,我们分手吧。 他一言不发,姜池,我们。 他解开了羽绒服,从后面将我一整个抱在怀里。 他沉默着把我抱得很紧,似乎是怕松开一点我就会消失似的。 气氛僵持着,他把头埋在我的脖梗,抱了很久很久。 忽然他开了口,声音很轻却很坚定,苏里,我给你嫁。 等我回来,姜池已经在沙发上睡着了。 我为他轻轻盖上毯子。 手机亮了,有两条未读消息。 是姜林发来的。 他把我送回家了,放心吧,姜老板。 还有个很可爱的小女孩表情包,抛媚眼说晚安。 我觉得我不应该怀疑姜池,可是还是忍不住网上滑,看聊天记录。 姜总今天中午吃什么? 他给你做的便当? 嗯,真是的,姜总偶尔也陪咱们这些单身狗吃吃外卖吗? 明天吧。 日期是前天,我记得第二天姜池特意嘱咐我不要早起做便当了。 我问为什么,她从身后抱住我,在我脖梗轻轻一吻,说怕我太辛苦,给我放一天假。 姜老板,你们什么时候结婚呀? 佩图是一个抹眼泪的小女孩,之前还秒回的消息,她这句却隔了十分钟,回了一句,不知道。 她说不知道。 我放下了手机,没有在网上看了,也没必要再看了。 没有擦边的消息,只是姜池和我在一起的时候也秒回消息和姜林一口一个塔。 可是在那种氛围里,好像我才是耿在他们之间的第三者。 我把手机放了回去,起身把病历和验孕棒一起收进书房最下面的抽屉里,和我们的存折放在一起。 外头起风了,刚刚下了一点点雨,风裹着一点潮潮的热气吹进房间里。 我关了门,愣愣地坐在书桌前。 其实拿到结果的时候,说不害怕是假的。 那个时候,我坐在医院门口,看着人来人往的马路,努力地想了很久很久。 我想,我要怎么才能很轻松地把这件事说出来,怎么才能让他不要那么难过。 我是要笑着跟他说,姜池啊,我有一个好消息和一个坏消息,你要听哪个? 他要听好消息,我就说他要当爸爸了。 他要听坏消息,我就说刚刚是骗他的。 然后他一定会敲我的头,然后我再告诉他癌症这件事。 他一定会像当初那样从后面把我紧紧抱住,让我别怕。 我在安慰他,嘲笑他的紧张,然后告诉他我一点也不怕。 还是要哭着跟他说实话。 说我很害怕,我怕疼,也怕治不好,然后化疗成了一个光头,我就不能扎马尾,穿裙子也不好看了。 说我其实很舍不得这个孩子,我们新房里的儿童房留了一面乐高墙。 他说过以后,咱们就生个女儿,他陪他拼乐高,再给他买好多漂亮的裙子。 然后他一定会说最俗套的情话,说我在他心里永远天下第一好看,说以后我们会有好多孩子,这个孩子不懂事,我们不要他。 可是我还没有想好,他的电话就打过来了。 电话里的他说晚一点领证,我几乎没有犹豫地就答应了。 他那么爱我,为我抛下一切,我怎么能耽误他一辈子呢? 那个时候,我甚至希望他不爱我了,这样他就不会难过了。 也许那一刻,有神明路过,低头看了一眼人间,听见了我的愿望。 他真的没当初那么爱我了。 我也很想活着,可是我不知道活着是不是比化疗更疼。 我在书房吹了一夜的风,也没想明白要怎么办。 姜池是在七点钟醒的,他揉了揉太阳穴,推开了书房的门。 西装裤和淡蓝色的衬衫,衬得他宽肩窄腰,我不是严控,可还是经常会被他这张脸骨的一愣。 看我坐着,他一愣,问我怎么了。 我摇摇头,没事,我打算跟公司请一阵子假。 姜池笑着伸出手,想揉揉我的头,辞职都行,我又不是养不起你。 我轻轻躲开了。 姜池的手,善善停在半空,有些不自然地收回手,为什么请假? 最近累了。 要算打工生涯的话,我可能打了九年的工,也该累了。 从上大学,我就开始勤工俭学,刚毕业的时候,还是我养着姜池。 那会姜池跟家里断了来往,和他的好兄弟创业。 我们还在外面租房子,日子过得入不敷出。 为了省五百块的房租,我多坐一个小时地铁,上早八的班要五点三刻起床。 加班到九点的时候,回到家洗漱好,已经十一点,往床上一躺我可以秒睡。 那个时候没有时间也没有钱,最夸张的时候我和姜池一周都说不上一句话。 但是她再晚也会回家,有一次她忘带钥匙,我半夜惊醒,发现她不在身边,看了手机消息,推开门才发现她已经坐在门外睡着了。 她怕敲门会吵着我,索性就在外头瞇一回。 最穷的时候就是头一年的冬天,公司拖欠了我两个月的工资,年底实在没钱了。 那天,姜池去地铁站接我。 我们从地铁站经过天桥,天桥底下新开了一家火锅店。 牛油火锅是他们家的招牌,排队的人很多,热腾腾的蒸汽,裹着香味,往人心里撞。 姜池说,以后有钱了,咱们第一顿饭就吃火锅,就他们家,咱们点微辣牛油番茄鸳鸯锅,再点石盘肥羊卷。 为什么是石盘?五盘看,五盘涮。 他说,呸,我不跟吃鸳鸯锅的人吃火锅。 你这人怎么还搞红白锅对立? 我还不跟吃甜粽子的人说,姜池还没说完,就被口水呛着了。 他剧烈地咳,我慌忙去拍他的背。 拍着拍着,我们对视上了,忽然就开始笑,笑得直不起腰。 笑到旁边来往的人都盯着我们看,现在回想起来也不知道那会我们到底在笑什么,可能就是穷开心。 后来我们有点钱了,可是那家火锅店关门了,我们没能吃上。 回忆一旦开始,往往很难收住。 想到过去,我忽然就红了眼圈。 怎么哭了?姜池忽然慌了,忙为我把眼泪擦了,别哭啊。 没事,就是不想上班了,太累了。 我靠在他的身上。 乖,你好好歇着,领导不批你的,嫁我们就辞了,好不好? 姜池蹲下身子,很认真的看着我,他眼里的温柔几乎可以溢出来。 八年过去了,那个冲动莽撞的富二代姜池已经有了一点成熟男人的样子了。 我知道不应该,可看着这张脸还会舍不得。 犹豫了一下,我还是伸出手拉了一下她的衬衫。 姜池,你今天能不能陪着我? 我在心里想,如果她留下来陪我,我就和她把事情摊开说明白。 分手也好,回头也好。 我们在一起八年了,总得有一个结果吧。 今天有个很重要的会,但是我早点回来。 弥补个教,看会剧,看看小说,我很快就回来好不好。 我松开了手,姜池给我一好被子,像平常一样在我头上亲了一口。 乖,快点睡觉,这个月的碗我都洗了好不好。 下个月是你生日,你想要什么我都买给你好不好。 我点点头,姜池才放下心来。 我看着她轻轻关上卧室的门,外头的门也关上了,又只剩我一个人了。 我同意。 我低头签了字,把器官捐献登记表推给眼前的女医生。 医生姓安,人长得白净,看样子应该比我大不了几岁。 她一脸关切地问我,你家人同意吗? 如果到时候你家人不同意,可以代为撤销。 我没有家人。 我笑了笑,能捐的都捐了吧。 捐了以后,还有人定期给我扫墓呢? 我看着她,女睿地察觉到她脸上一闪而过的歉意。 你不用在意,没关系的。 其实你的情况没那么糟,要乐观,心情很影响病情。 她竟然比我还有些不安,化疗和靶向治疗会影响她, 所以我不建议,我知道。 我搜过了,如果是轻症,还可以试试看,也许母子平安。 但是是重症的话,医生不太建议保留她。 如果有家人陪着我一块,医生或许会和他们一块唱双簧, 说我其实病得很轻。 我昨天看到贴吧里有人说,骗一骗病人, 病人心情好了后,奇迹真的出现了。 可惜没人骗我。 总不能留她一个人孤零零地在这个世上,像我一样吧。 孕七周的话,她大概多大呀? 我低头笑了笑,其实我都没感觉。 有胎心了,那她的心真的会跳吗? 会的。 安医生应该很喜欢孩子,说到这忍不住微微笑了。 真好啊,我算了算日子,如果没什么问题的话,明年五月就该生了。 如果没什么问题的话,看我的样子,她犹豫了一下,写了个纸条给我,这是我的电话,微信也是这个。 要是有什么情况你直接联系我吧。 谢谢你啊,安医生。 回去的公交车很挤,我坐在座位上,给安医生发了条消息,安医生你好,我网上搜了。 他们说怀孕和晚期一样都会恶心,吃不下东西,我分不太清。 正等安医生消息的时候,忽然有个人推了我一下,小姑娘,这是老弱病残孕的座位,你起来让一让人家老大爷。 一个头发花白,精神绝朔的老人站在我面前,旁边是热心大妈。 小姑娘年轻力壮,站一会不要紧的。 车里纷纷开始帮枪。 我掏出病历本,笑道,我怀孕还未挨晚期了,快死了,能坐一会吗? 全车骤然安静下来,那一刻我觉得全车人的良心大约都遭到了拷问。 不知道为什么,说完这句话,我忽然觉得整个人痛快了起来。 是啊,都要死了,我还怕什么呢? 我想吃火锅。 沸腾的红油锅底,僵持涮下一片毛肚,15秒捞起来加给我。 我咬了一小口,很脆很嫩。 可是想咽却咽不下。 从两天前,我发现吞咽都是一件很困难的事。 半年前,我就开始胃疼,偶尔会觉得恶心想吐。 我以为是我经常不吃早饭,吃饭也不规律的原因。 以前上学的时候,我就鸡一顿饱一顿,吃饭也从来不在饭点。 身体从很久以前就跟我提醒了,可我没放在心上。 我借着擦嘴,把毛肚偷偷吐在纸巾里。 还是要吃白锅。 我说完这句话,僵持才要嘲讽我打脸,忽然他的手机亮了。 他低头迅速回了个消息,脸上有一丝他自己都没觉察到的微笑。 我拖着腮看着他。 有时候我也会想,为什么生病的人要是我呢? 为什么那些伤害别人的人就能长命百岁地活着呢? 生日歌响起,海底捞的工作人员已经推着蛋糕和灯牌走过来了。 蜡烛为我点上,他放下手机看着我许愿。 僵持你要长命百岁啊。 礼物喜欢吗? 我可是做了功课。 僵持开始邀功。 是一把牛角梳子,质地温润。 喜欢? 我笑着点点头,僵持,吃完饭我想去咱们的新家看看。 好,今天你过生日,都听你的。 僵持错过身为我系好安全带,碰到我的手臂时皱了皱眉头,怎么这么瘦啊? 减肥呢? 我又不嫌你胖。 最近没胃口。 怎么说呢? 有时候他其实挺粗心的。 这两个月里,我跟他在一起,没有说姨妈来看我所以不能羞羞,没有病奄奄地窝在被窝里,说肚子疼。 他也忘了问。 我想到姜琳给他发的微信,有一条是生理期请假。 姜老板,肚肚痛痛。 怎么了? 女生的事怎么能跟你讲吗? 表情是一个趴着打滚的小猫咪。 僵持批了他两天假,他开心地发了个爱你。 僵持没有再回复。 车窗开了一点缝,晚风夹着香樟树的气息吹在我的耳边,外头是斑斓的霓虹夜景。 其实我是不相信僵持会出轨的,因为证据很单薄。 刚毕业的小姑娘玩的这种茶漆又刻意的手段,我一眼就看穿了。 撕开的包装可以是刻意放进去的,推迟领证也许不是因为江林。 她不一定喜欢上了江林,但是在爱我这件事上,她一定动摇了。 明明可以选男同事送她上楼,可以礼貌拒绝她越界的聊天,可以不要秒回信息,可以再坚定地爱我一点。 就像当年的除夕夜,如果她在我受委屈的时候犹豫哪怕一秒钟,我都不会跟她走。 爱是坚定的选择,爱是不会动摇的。 一旦动摇,跨出那一步只是早晚的事情。 这会是散步的点,进门时能看到很多邻居,有闹腾的孩子跑来跑去。 有个小男孩跑得太快,撞到了我。 我下意识护住肚子。 对不起啊,李牧泽,你给我过来道歉。 男孩的妈妈揪着小男孩过来给我赔罪。 姐姐这么瘦,你把他撞倒了杂整。 男孩妈妈是东北人,一嗓子给男孩震住了。 你要是碰到了老若病残,警察叔叔就会把你抓到警察局。 男孩粘了,低着头不说话。 没关系的。 我忙蹲下来哄他,姐姐没事。 你们是住楼上吗? 李牧泽妈妈问。 嗯,装修还没看好呢,不急。 那就是快结婚了。 我一愣,抬头看了一眼姜池。 姜池还没接话, 电梯门已经开了,打断了对话。 房子是毛坯房,我们当初就看中他采光好,马路对面是幼儿园,再走两条街就是小学和中学。 我把窗户和灯打开,洗洗晚风灌入房间,房子里忽然有了一点生气。 我拉着姜池的手,笑着把对面的学校指给他看。 你记不记得,买这个房子的时候,你跟我说老师请家长肯定特别方便,到时候咱们就石头剪刀布,书的人去挨骂。 听我这么说,姜池忽然就笑了。 我记得,你还说怎么就一定是挨骂呢? 然后我还说了什么? 你说,如果像你一样一定是拿奖状,作为优秀家长发言。 卧室很大,可以做个隔断放两台电脑,你大二那会就不打游戏了,我觉得很委屈你。 厨房要装排风,你肯定要在家里吃火锅的。 你说,这里要做乐高墙,以后陪女儿在这里拼乐高。 我站在旁边,笑着看着她打开回忆的磨合。 那些爱过我的事情,她原来都记得。 可是当初紧握我的手,又是什么时候松开的呢? 一席间,眼前这个西装革履,成熟稳重的男人慢慢和回忆里那个除夕夜拉着我夜奔。 张狂莽撞的男孩重叠在一起,像又不太像。 我不想哭,可是眼泪忽然就掉下来了。 姜池愣住了,慌忙去为我擦眼泪,怎么老是哭啊,又胡思乱想什么呢? 我把头枕在她的肩膀,挺好一会,闷声说道, 姜池,我好想回到以前啊,以前。 以前咱们最穷的那会啊,那有什么好的,天天挨饿受气,哪能像现在? 你想吃火锅咱们就去,想请假就请她个十天半个月。 是啊,以前很穷,我跟姜池整天挨饿受气。 有什么好的呀?可我为什么总是怀念呢? 我好像越来越糟糕了,可是我觉得不是很疼。 安然医生没有回我消息。 我按下抽水键,吐出的一滩血瞬间抽走。 一切又干干净净,如果人的回忆也能这样,该多好。 我算了一下这么些年攒下来的钱,每一分钱都挣得不容易,所以我不想拿来浪费了。 都捐了吧。 我发微信问姜池公司的人是小姐姐,能不能把姜林开了,再帮我个忙。 在公交车上我就想明白了。 我就是个肤浅的人,我不想死,也不想他们活得那么轻松。 哪有人作恶,不遭一点报应的道理呢? 这个人是小姐姐,还是我招进来的,25岁未婚未育的女孩子,找工作的时候处处碰壁, 别人怀疑她要入职光速结婚片产假。 我愿意录用她,因为25岁的我曾经和她一样男。 小姐姐是湖南人,性格和口味一样火爆。 看到那张副架上暧昧的包装照片和微信聊天截图,人是小姐姐炸了。 要不要给姜总打个麻? 不用。 男女关系,一个巴掌拍不响。 姐,你放心,你要是踹了,她我跟着你干。 你看,其实女生的标准都一样。 绒布的沙子,喝不下绿茶。 不是我一个人敏感。 姜池大概会有半个小时知道这件事,然后发微信或者打电话来跟我解释。 如果她开车回家,也要40分钟。 我想了想,收拾了东西。 一个帆布包,里面装了身份证,手机和一些现金。 哦,还有那张器官捐赠书要随身带着。 临关门前,我回过头看了一眼房间。 今天阳光很好,也没有风。 洗衣机里还在洗衣服,我出门前顺手把衣服丢进去,竟然忘了今天可能没人晒。 我们在这里住了三年,每个角落都有我们共同的回忆。 进门时恭喜发财的地毯,茶几上的罐子里放着我们一起买的,很难吃所以一直没吃掉的糖果。 沙发上有一块油渍,是她吃麻辣烫的时候不小心滴上去的,挨了我一顿骂。 不能再看了,再看就会舍不得了。 师傅,去火车站吧。 我叫了辆出租车,关了手机,坦然地往窗外看。 平时看得厌烦了的城市,竟然让我生出一丝眷恋,像是看不够似的。 我贪恋地看着路上的风景,司机师傅透过后视镜看了我一眼,笑道,小姑娘刚来啊。 不是,是要走了。 当江池开完会,那些图片和聊天记录已经在公司吃瓜的群里传遍了。 江林哭肿了眼睛,趴在工位上乌咽着说,我不是那个意思。 我没有跟江总聊骚。 江池想到的第一件事是去问苏黎。 苏黎你不要无理取闹好不好? 你发这些,有没有想过我在公司要怎么处理舆论? 我现在回家。 她早该知道的,当初跟苏黎打电话说推迟领证的时候,她那么平静就很反常。 原来是憋着在这里报复自己。 微信不回,手机关机。 苏黎从来不会这样,她从来有什么说什么的。 开车回家的路上,江池的怒火慢慢平静下来,她忽然心里很慌,没着没落似的。 那天喝多了回来,就总有这种感觉。 她最近挺反常的。 她会不会跟自己分手? 停好车,僵持冲上楼。 家里没人,但是洗衣机还在工作,甩干的声音让她的心稍稍放下了一些。 可能只是生气,一个人赌气关机出去走走,也许晚上就回来了。 又不是什么大事,她没出轨,车上的东西不是她的,聊天记录里面也没有擦边的消息。 她对那个叫江林的新人只是有一些好感。 她充满活力,没有对上司那种毕恭毕敬的样子,让她有了一点新鲜感。 有过一点想法,但是没有越轨。 只是把她当成一个可爱的妹妹罢了。 仅此而已。 以前也有过这种事情。 然后两个人吵一架,苏黎总会吵着吵着就掉眼泪,然后自己蹲下来给她擦眼泪。 再认认真真地道个歉,承包下个月的洗碗工程,二人就能和好如初了。 这次也不会例外的。 两个人在一块八年了,吃定了彼此,还能出什么幺蛾子啊。 姜池松了口气,整个人靠在沙发上,准备再打一通电话。 在这时候,却忽然插入一个电话,是公司副总,一块创业的大学同学张扬,兄弟你搞什么? 兔子还他妈的,不吃窝边草呢? 那个姜林,我让他滚蛋了。 你赶紧跟嫂子道个歉,糟糠之妻不下堂,你他妈别鬼迷心窍。 姜池的火被说得蹭得一下上来了,怒吼道,我才不知道他在发什么疯。 我他妈什么都没做呢,我连他人都找不到。 电话那头张扬一愣,嫂子不会离家出走了吧? 回娘家了。 这是兄弟叔,你找找他东西,换洗衣服身份证行李箱啥的都在不在。 要是不在了,准是买车票回家了,你赶紧跟丈母娘打个电话道个歉,提点东西,上门陪不试。 离家出走,他能回哪? 别的女生要么哭哭啼啼回家,等男生上门道歉,他呢? 苏黎的身世,他是知道的,他生下来就被遗弃,是一个拾荒的老奶奶捡到他,把他拉扯大,老奶奶在他上高中就去世了。 所以,他一直勤工俭学,自己养活自己。 他能去哪呢? 江池在房间里翻了翻,没找到身份证,但是换洗衣服都在,所以他不可能走远。 可能只是出去吃一顿饭,逛逛街,刷他的卡就气笑了。 24个小时过去了,苏黎没有回来。 江池在房间里来回踱步,再等一天,不行报警八哥。 张扬拍了拍江池的肩膀,这是我熟,一般都给你电话拉黑,然后给你聊天免打扰。 其实呀,他一直会看手机,你就道歉信息狂轰烂炸,他肯定会回你的。 江池隐隐觉得不对劲,却说不上来哪里不对劲。 也许是因为最近的苏黎太反常了。 他很久没亲热地勾着自己的手臂撒娇,也很久没有开心地笑了。 那天,他推开书房的门,看他靠窗站在那里,飘渺地像一团捉不住的烟雾。 好像自己走过去,他就会散了。 他记得苏黎回头时的那个眼神,失望又有点留恋。 他第一次看见苏黎的脸上出现这种表情。 48个小时过去了,苏黎没有消息。 报警八哥,您和失踪的苏黎小姐是什么关系呢? 是他丈夫吗? 江池忽然被问住了。 不是,是男朋友。 男警官了然点头,像是说男女朋友吵架啊,正常。 您想一想,苏小姐走之前说过什么话,她会去什么地方,我们会登记。 会登记,没说的那句话是,不能立案。 张扬安慰江池,这种情况不能按照失踪案来办,你又不是直系亲属。 江池仔细想了想苏黎的性子,当初开玩笑的时候说过的话,咱们谈了这么久,你要是对不起我,分手我肯定要跟你闹得很难看。 咱们赚的钱我都要带走,当我的青春损失费。 所以,不是闹别扭,是直接分手吗? 那么那天她坐在书房,也是察觉了什么,准备拿分手费吗? 江池油门一踩,掉头回家。 不愧是嫂子,在男人和钱之间坚定地选择了钱。 听了江池的解释,张扬坐在副驾笑嘻嘻地打去。 别开玩笑了,拉开书房的抽屉。 存折在,银行卡也在。 还有,那一眼,江池觉得自己全身的血都冲上了大脑。 哥,嫂子卷了多少钱跑路啊,张扬笑嘻嘻地拍了下江池的肩膀。 江池恍若未闻,哆哆嗦嗦拿起手机,反复播出,却还是关机。 李李,你接电话啊。 苏黎,我求你接电话啊。 张扬愣愣地看着眼前这个慌张无措的男人。 他认识江池九年了,见过他致满,见过他穷困,还没见过他这么慌乱。 像被人抽走了灵魂,瘫坐在地上。 嫂子把钱都拿走了。 张扬这么想着,试探地推开门。 房间里,江池背对着他,颓然坐在地上,一手拿着病例,一只手不知所措地抓着头发。 张扬看见他红了眼睛。 下一秒,眼泪就掉了下来。 企图从字里行间里找到一丝生机,江池仔仔细细把病例上那几行字翻来覆去地看,看得他几乎不认识这几个字。 是苏黎的病吗?他生病了?他怀孕了?是什么时候的事?他怎么不说啊?我可真是个,江池坐在医院门口,红灼眼采灭又一个眼头。 想了半天,也没想出一个词要怎么形容自己。 他看到了病例下落款的医生名字,跑到医院找人。 你和病患是什么关系?医生叫安然,年纪轻,说话却一副看惯了生死的样子。 我是他男朋友。男朋友不是家属,是关患者的隐私,我不能告诉你。 安医生,我求求你,我现在找不到他,僵持六神无主,眼前只有安医生这一颗救命稻草。 我不能说。那他那天,患者不说的,我也不能说。 安然面无表情地看着眼前这个胡渣邋遢,红灼眼的男人,他不可怜他,只觉得他挺可笑的。 这要是个好男人,苏黎过来的时候也不会说自己一个人。 他会去什么地方,你该比我清楚。 安然按下了呼叫铃,江先生,别耽误别人治病的时间。 江池茫然地坐在医院门口。 吸来攘往的车辆,人们低着头,形色匆匆。 人们的步履像风,像溪水,匆忙又自顾不暇。 人们都有自己要去的地方,而他却不知道自己要去哪里。 他看到了病例上出诊的时间。 那天下午,苏黎在医院里同时得知两个消息的时候,是什么心情呢? 他胆子小,会不会害怕啊? 他那么爱哭,是不是一个人坐在这里哭了很久啊? 江池不知道,他应该陪在他身边的。 那个时候他在干嘛呢? 好像是在应酬,江林为他倒了一杯酒,用果汁敬他。 他仰头将酒一饮而尽。 看见穿吊带裙的江林时,江池承认自己的心并不光明磊落。 然后他就打了那个电话,跟他说结婚的事情,再晚点看看吧。 自己先拒绝了他。 所以,他才什么都不说。 苏黎是这样的,一旦被拒绝了,就再也不会提了。 大概是因为童年那些经历,苏黎是个很敏感的人,对爱敏感,对不爱也敏感。 就像以前他想养猫,可自己那时候是怎么说的? 我们现在不适合养。 苏黎其实比他更清楚,所以每次只是路过时摸摸猫咪的头。 或者在宠物店隔着玻璃的缝,小心地戳一戳他的爪子。 他明明很想要的,但他还是拉着自己走了,应该给他买的。 那会经济也宽裕了,只是一只猫而已,说买也就买了。 就像结婚这件事。 其实说结也就结了,剩下的问题人生余下的五十年,在慢慢想呗。 可是那会他觉得,两个人已经相濡以沫八年,这八年已经融入对方的生活,好像结不结婚都一样了。 他可真是个闹钟,只是一本结婚证罢了。 怎么也吝啬给他。 哥,你等嫂子美团携成非猪账户都看看,他订了哪里的酒店,买了哪里的车票。 张扬提醒了他。 他去了一个很不起眼的小县城,又打了个车,订单显示在很偏的村里的一个超市。 山底下有个很小很破的超市和半天才来一次的公交车。 江池不知道他为什么要来这里。 但是好在村里人不多,所以想问一个异乡人的行踪还算简单。 江池把照片拿给小超市老板看。 前几天好像是这个小姑娘来过。 不知道遇到什么事儿,坐在那一下午,不说话也不理人。 老板娘补了一句,后来好像坐公交车走了。 她坐在哪儿? 后头山上了。 老板娘努努嘴,后面有老坟,都好多年前的了。 说是山,不如说是个土丘,几步路就爬上去了。 江池塞了钱给老板娘,老板娘带着她走。 诺,就坐这儿。 一个矮矮的土坟,没有名字,只有一堆烧过的纸灰。 苏黎没有亲人,只有一个高中就去世的奶奶。 苏黎说过以后俩人扯正了,就把她带来给奶奶看看。 现在不行吗? 不行,万一咱俩掰了怎么办? 那会苏黎的表情很认真,我奶奶对我可好了,不是随随便便就能带你见的。 我肯定也对你好,到时候你奶奶就会托梦骂你,怎么不早点带孙女婿来看她。 呸,江池你可拉倒吧。 苏黎你摸着良心,我对你不好吗? 自己对她不好。 她一个亲人都没有,所以她才想奶奶了吧。 那她坐在这里的那个下午,都想了些什么呢? 是跟奶奶告状了,还是关于自己一字不提呢? 江池不知道。 她不太了解苏黎的过去,只知道她不肯多说,提起家人,她就红了眼眶。 记得刚开始跟家里决裂,他们吃了很多苦。 她为了多跑几个客户,赶地铁摔了一跤,把膝盖摔破皮,皮肉和裤子粘在一起。 晚上脱衣服的时候,疼得她呲牙咧嘴。 李李坐在那边帮她上药,埋怨她的不小心。 自己怎么说的来着,她说其实不疼,让她不要啰里啰嗦了,真烦。 然后她下手就更重了,点符摁在她的伤口,她夸张地喊疼。 明明疼的是自己,不知怎么的,她的眼泪却掉下来了。 喂,别哭啊,我骗你的,真的不疼的。 苏黎却只是哭,自己也不知道怎么她人瘦瘦小小一只,能哭出来那么多眼泪。 她好容易擦干眼泪,抬起头,眼睛红红地看着她,僵持,你是有家的,你回家吧,别跟我耗了。 我不回去,他们不要我了。 哪有父母真的不爱自己的孩子呢? 不过是气话罢了。 有这样的父母,她明明知道的。 不行,他们不要你,我也不要他们。 自己扬坐生气,你再赶我走,我就真生气了。 她忽然就愣住了,就笑。 女生的眼泪和笑容怎么会切换得这么快,有时候自己也想不明白。 但是她眼睛红红还笑着的样子,真的很可爱。 那六年年轻气盛,还真没回过一次家。 后来公司终于像个样了。 你买点东西上门,跟阿姨道个歉,她应该也很想你。 苏黎是这么劝她的。 她没有体验过父母给的温暖,只是心软,很容易就原谅别人,哪怕她妈说过那么过分的话。 她说当妈妈都不容易,十月怀胎又辛苦把她养大,别让她伤心。 不等自己感动呢,她又气鼓鼓地补上一句,但是我可不见她。 好吧,还挺记仇。 十月入秋,晚风和回忆都如刀锋利,一下下凌迟着心。 僵持的眼前忽然就起了雾。 她哆嗦着手点烟,却发现怎么也看不清眼前。 她的喉咙和心口像是压着一枚千斤重的橄榄盒。 咽不下去,也吐不出来,刺得她喘不过气。 她都做了什么混蛋的事情啊。 等她找到他,立刻就给她买一只猫。 然后不管她愿不愿意,扛着她就往民政局跑。 然后再也不要她洗碗,不跟她玩剪刀石头布谁说了谁做饭了,都得她来。 奶奶,对不起,我没把苏黎照顾好,苏黎生我气了。 我不知道她还肯不肯原谅我。 您保佑我找到她好不好。 苏黎最后的行程就停在这里。 她没再用软件买票,也没有订过房间。 僵持发了朋友圈,也发了微博。 还是辅导员看到朋友圈找到了她。 我听学生说有人见过苏黎。 在学校里,她回了他们大学的那座城市。 没看到你朋友圈,我还以为你们结婚了。 当年你们恋爱那点事,在那界真是传风了。 不等她去学校里找,然后就是医院的消息。 那些消息如潮水来得太汹涌。 悲伤是不会给你时间准备的,她折服在角落里等着给你一击痛击。 捐献书都随身带着。 真可惜,还那么年轻啊。 医院里来往的人神色匆匆,这里最不缺的就是痛哭和眼泪。 这里的死别连神明都习以为常,路过都不会停下来多看一眼人见。 她追在她身后,可总是晚一步。 她一定是很讨厌她,所以什么都不留给她。 你们是什么关系? 我是她男朋友,这些东西按规定是不能给你的,你不是家属。 我求求您。 江池拉着护士的衣袖重重地跪了下去,护士抱着一物箱,一脸为难。 我求求您,我真不知道要怎么办了。 来往的行人纷纷侧目。 你别这样,我也很难,这些东西都是要交给警察,让家属领取的。 如果没有家属领取呢? 可能销毁,总之不可能随便给别人的。 张扬拉过江池,连连跟护士道歉。 别为难人家,人家也是工作。 没有值钱的东西,我找找警局的哥们,看看能不能通融一下。 你再闹,我可不好弄了。 张扬半哄半片,才把江池拉开。 先吃个饭好不好。 你撑得住我也撑不住啊。 我们去吃那家吧。 江池两天没吃饭了,如今肯说一句,张扬如获大赦。 车停在大学门口,那家牛肉汤还开着。 夫妻俩已经有一对双胞胎女儿,在阳光下追逐笑闹。 是姜池啊。 老板娘认出了姜池,一脸惊喜,忙往她身后看,离离呢。 她没跟你一起来啊。 牛肉汤和热气腾腾的酥饼端上来了。 张扬知道她吃牛肉汤痴伤的毛病其实还没好。 因为姜池吃得太机械了。 反胃的感觉涌上来的时候,她就拼了命地吞咽,逼迫自己咽下去。 张扬几次想说什么,可又不知道该说什么。 她皱着眉头,看姜池吃完了。 她吃完了,垂着头也不说话,张扬看不见她的脸色,就看她眼泪一滴滴掉下来。 她将头深深滴下去,气不成声,我是想娶她的,可是我不知道离离还愿不愿意嫁给我了。 我再也不能知道了。 张扬帮她把苏黎的手机拿来了。 密码是她生日,她知道。 先是微信,跳出来的第一条消息是她发的。 李李你别生气了,等你回来,我们去买一只猫猫好不好。 网上拉是几条没有提示的消息。 李李,你别犯傻,你看到消息给我回个电话。 李李,我错了,你离我一下好不好。 苏黎你不要无理取闹好不好。 你发这些,有没有想过我在公司要怎么处理舆论? 我现在回家。 这些消息没提示,说明她都看到了。 有一个安医生的备注。 安医生,不好意思又打扰你了。 我实在没人能说话了。 两条消息之间间隔了半个小时,她说, 医生,我很害怕,我不想死。 安医生也许在睡觉,没有回她。 然后是长久的沉默,她没有再打扰她。 是那天吃完火锅回来,凌晨三点,那会自己在她身边熟睡。 她宁愿和一个几面之缘的医生说话,也不愿意含醒自己。 她对自己到底有多失望啊。 医生,如果不是很疼,是不是就不严重? 不是,不疼也可能是扩散的比较严重,症状反应因人而异。 这样啊,谢谢医生。 江池呆呆坐在地上,一个个点开她看过的APP。 淘宝她搜过婴儿福、南东庄和领证投杀。 知乎她搜过胃癌晚期怀孕,胃癌能活多久。 豆瓣她申请加入癌症日记小组,昨天管理员才同意她入组。 她还定位在大学附近,搜了一下租房。 江池忽然想到了她那天说的。 江池,我好想回到以前啊。 她想回到过去,是因为过去有一个江池吧。 那个江池会为了追她吃了一年的牛肉汤,会在她最难过的时候义无反顾地站在她身边。 会在一穷二白的时候也坚定地把她抱在怀里,说我要给你个家。 不用到处找房子,没人可以赶我们走。 她还记得苏黎答应她的那天。 那天,她在楼下等苏黎下课,气象台发布了大风预警,腰风吹得她七荤八素。 这是第九次告白。 江池以为她又要像前八次一样拒绝自己了。 可苏黎红着脸点了头,好像八面风指,全世界都安静。 那会的江池不像现在的江池,说爱她,却总让她等。 真正想离开的人,不会告别。 她只是挑了一个风和日丽的下午,裹了件最常穿的大衣,出了门,然后就再也没有回来过。 江池开始失眠,有时候她自己也分不清到底是睡着还是醒着。 神经内科的无恙无医生都不肯给她开太多的药。 半片一片地开,没有赋予。 张阳觉得江池疯了,因为她花了很多钱去找所谓的通灵师。 当然是骗子居多,收了钱编了很多话。 假的连张阳都听不下去了。 说什么,李李原谅她了,李李愿意嫁给她,李李其实从来没讨厌过她。 江池偏着头仔仔细细地听着,听到李李愿意嫁给自己后温柔地笑了,那您让她等等我。 她常常有李李还在的幻觉。 热水还在放着,刀片也很锋利。 她的洗发水还没用完,毛巾也还挂在浴室。 江池还记得她说这个牌子的洗发水又便宜又好用,可惜快停产了。 她以前经常问自己喜欢她什么,自己总说是喜欢她那一头乌黑的长发。 其实是她打死也不愿意承认,自己喜欢她是一见钟情。 在她网吧包叶出来的时候,看她为拾荒的老太太打了一份热腾腾的汤和酥饼,说是免费送的,其实自己偷偷付了钱。 那个时候是深秋了,昏黄的灯光映着一团清晨的雾气照在她的脸上,她还以为自己看到了天使。 当然了,就是打死江池,她也绝对不会承认,自己喜欢的是她这样善良的姑娘。 那群狐朋狗友都说喜欢胸大的,皮肤白的,好家伙,自己一开口说喜欢善良的。 那多美面啊。 所以她就说喜欢她那一头长发,其实长发短发都行,就是秃头也没关系的,她都喜欢啊。 不过呢,苏黎善良归善良,就是太记仇了,所以就是死了也要把能捐的都捐了,一点念想也不愿意留给她,让她连个道歉的地方都没有。 房间里她的味道渐渐淡了,真的很奇怪,女生身上真是有一种香味的。 虽然都说是化妆品烟入味了,但是江池知道,那种味道跟化妆品是不一样的。 一样牌子的化妆品她看公司里的小姑娘也有,但是那种让她安心的味道只有她身上有。 像猫毛在太阳底下晒过,像雨天温暖的被子,像一切自己熟悉却说不出来的东西。 自己失眠或者生病的时候,只要顺手把她揽过来,然后像犀猫一样埋在她的脖梗,就好像病人到了医院,立马安心下来。 身边都是她的东西,房间还有她的味道,好像在一个风和日丽的下午,她随时会开门,然后笑着跟你说,怎么样,被我骗了吧? 你是不是真哭了呀? 好了,你别生气了,我洗碗还不行吗? 至亲离开的那一个瞬间,其实不是最难过的。 最难过的是下午安静的房间,晚上回家抬头时漆黑的窗和午夜翻身时空荡的枕边。 意识陷入黑暗前,江池许了个愿,想回到丰亭的那天。 婚前,她是名校毕业,北京土著,外表干净清爽的国企小领导。 婚后,她告诉我,在我心里,妈妈第一,爸爸第二,儿子第三,你只能第四,刚怀孕。 他们家告诉我,放心好了,不愿意工作就不工作,我们养你,只要生了孩子,这些钱我们包了,不用你操心。 辞职生娃刚出月子,她跟我AA制。 我妈说,咱们年轻人爱花钱,都放在一起给你管,容易存不下钱,还是各自管各自的钱好了。 然而,这些我也都忍了,直到有一天,婆婆又跟她开了个小会。 浴室顶灯坏了,老胡问,灯泡坏了,你没看见吗? 看见了就换一下吧,换灯泡,修马桶,非得男人钱的话,你就当咱们家有三个男人好了。 呵,家里三个男人,没想到结婚十年,自己还因为个灯泡自动变性了。 当年怎么就稀里糊涂的就穿上了婚纱,和这样一个男人领了证,睡到了一张床上。 一,老公是相亲认识的,当年小姨子尽力推荐的候选人,团团。 胡天是我们单位新进来的孩子,名牌大学毕业,长得不错,人也乖巧,还是北京本地人,咱们要找就找本地的。 两家人在一块,省得你跑远了悬,受婆婆气。 第一次见面,有点外表协会的赵团团,并没有看上胡天。 胡天二十七八岁,穿着格子衬衫牛仔裤,理着板寸头,皮肤白白的,两眼看起来有点无精打采。 要是再戴上一副老师框架眼镜,简直就和中学时候班上的书呆子一模一样。 唯一让赵团团印象深刻的是,胡天的鞋真白啊,就像自己新买的小白鞋一样白。 团团爸妈都是典型的老教师,特别偏爱成绩好的学生,对名牌大学毕业的胡天十分喜欢。 胡天父母出身不高,靠着小生意才有了点钱,家里就缺文化人。 两家一拍集合,结婚。 赵团团感觉自己稀里糊涂就穿上了白纱,和胡天领了证,睡到了一张床上。 此时,距离赵团团认识胡天不过半年。 赵团团想,自己可真幸运啊,一次相亲,居然就命中目标。 二,举行完婚礼,两个人到埃及度了一圈蜜月回来。 回程班机落地的时候已经是凌晨,到家已是凌晨二点,客厅里屋漆满黑。 赵团团打开灯一看,忍不住叫了一声,啊。 哎呀,团团吓着了吧,我怕费店就没开灯,你看看,这是我切的,洗的水果,泡的茶,就等着你和天天回来呢。 婆婆笑得一,脸讨好。 赵团心里忍不住想说,神经病啊,这婆婆大半夜出现在媳妇的心房,吓唬谁呢? 但刚结婚,又是家里长辈,只能尴尬着笑了笑,谢谢妈,这么晚了,您太辛苦了。 不辛苦,为了你和天天,我和她爸爸做什么都是值得的,快来坐着,鞋子都换下了吧,我拿回去洗,明天你们就又是漂漂亮亮穿新鞋子。 莫等赵团团说出拒绝的话,婆婆就快速拿着小两口的鞋子回到了对门的家里。 是的,赵团团和婆婆住对门。 赵团团后半生自由呼吸空气,这是堪忧。 胡天倒是一副习以未尝的样子,还过来搂住她,笑眯眯地说,是不是不习惯我妈这么体贴? 跟你说我妈特别勤快,从小到大的鞋子,衣服,我妈料理得明明白白。 赵团团立刻想起了第一次见面,胡天脚上的小白鞋,好家伙。 他之前还以为这是个爱干净的男人,竟想不出,爱干净的是他妈。 先想妈妈爱干净,儿子也差不到哪里去,不过事实证明,妈妈爱干净,儿子通常会很懒。 婚后,胡妈每天来小两口的新居报道,给打扫家务,帮忙买生活用品。 采买的路上逢人便说,这是我给我媳妇买的,她就爱吃牛肉。 我媳妇是知识家庭,讲究,蔬菜药有机的,这四件套,正宗埃及常熔眠。 社区里的人一看见赵团团,也羡慕地围上去,团团啊,你婆婆对你们可真上心啊,什么都舍得给你,你可得孝顺她啊。 赵团团突然有一种,有苦说不出的感觉。 婆婆对自己是不错,可是这种好,不需要宣传到整个社区,七大姑八大姨都知道吧。 现在搞得自己不敢说婆婆一句不是,不然就成了众人眼中的白眼狼。 很快,赵团团怀孕了,全家上下再次沸腾。 婆婆对她的照顾更是升级,团团,你放心好了,你不愿意工作,就不用工作,我们养你的吗? 只要你生了孩子,这些钱,我们包了,不用你操心。 对于这些话,赵团团本来是听听算了,并没有放到心上,但胡佳似乎真的把她当成了太后。 冰箱里,婆婆买的东西塞得满满当当,燕窝,海参等名贵补品不间断,月嫂,妙补,婴儿衣服,一应俱全。 赵妈两次小住,拍着大腿赞不绝口,又垂着胸口自叹不如,团团有福气,我对你嫂子,可真比不上你婆婆对你。 人在幸福的时候容易昏头,加上怀孕后期,身体行动不便,赵团团就辞去了国企的工作,安心待产。 两个月后,儿子小胡出生了,赵团团沉浸在做妈妈的喜悦之中,月子品质不错。 不过没想到的是,她出月子的第一天,麻烦就来了。 四,这天,胡妈妈特意把胡天叫了去,大概过了一个小时,胡天回来了。 一回家,她就锁紧了眉头,赵团团还以为出什么大事,忙着问她,怎么了,出什么事情了。 妈说了,咱们两个人的钱不能放在一起。 不能,放在一起,什么意思? 赵团团完全没有反应过来。 我妈说,咱们年轻人,爱花钱,都放在一起,给你管,容易存不下钱,还是各自管各自的钱好了。 胡天觉得,自己妈妈说的也有道理。 各自管各自。 我现在莫工作,莫收入,怎么管自己? 孩子的花销呢? 奶粉,妙不诗可都是要花钱的。 赵团团不懂婆婆的行为。 这个好办,我妈说了,孩子的钱,我来管,她也会补贴的。 你管你自己用的钱就好了。 胡天连忙解释。 我管我自己。 怎么着,我不是你媳妇。 老辈不是说了,嫁汉嫁汉,穿衣吃饭,我嫁给你,吃饭穿衣你都不管。 赵团团的语气中充满的欧缝。 我没说不管,但时代不同了,我们单位的阿姨还说,妇女能顶半边天呢。 赵团团真想一巴掌拍死这个男人,不过吵架只能越吵越凶,他决定采取怀柔政策。 口气便软了下来,老公啊,一般家庭男人赚了钱,都是交给女人的呀,而且我现在也没有工作,你不得给我点安全感呀。 胡天沉默了一下,赵团团已为游戏,双手抱住老公的胳膊,做出一副小女人的样子,还向对方抛了个媚眼。 老婆,如果你这样想的话,不如,你把我当成女人,这样我赚钱不给你,你是不是心里能好受点? 啊?赵团团目瞪口呆,这什么逻辑啊?未了不给老婆钱,愿意说自己是女人。 胡天?他大吼一声,还默说下句,就传来了儿子的哭声,得了,嫁也不用吵了,还是先哄孩子吧。 第二天,胡天下班,看见赵团团一言不发地抱着孩子坐在沙发上,也默瞧自己,便跑过去,笑眯眯地说,老婆,你别生气了, 我和妈商量过了,怎么说你也是我老婆,我一点不给你也太过分了,我争取了,她答应我,每个月让我给你三千块,算作家里的生活费。 说完,胡天露出一副等着赞美的样子,赵团团嘴角咧了一下,有点欧讽的样子,胡天,你可真大方。 三千块,你觉得够我和孩子花了,是吗? 赵团团问了一句,莫等胡天开口回答,家里就传来了砰砰的凿门声,胡爸爸在门口大喊, 天啊,天天,你妈晕倒了。 胡天立刻跳了起来,冲到了对门,胡妈直挺挺倒在地下,她颤抖着手拨打急救电话,几次按不准电话键。 赵团团一把抢过电话,叫了救护车。 很快,胡家一家老小都到了医院,在抢救的几个小时里,每当有医生出来,胡天就会冲上去问,医生,我妈呢?我妈怎么样了? 不知过了多久,胡妈妈被推了出来,医生说,病人状况并不太好,需要在ICU观察。 胡天紧紧地攥住医生的手说,医生,你一定要救救我们,多少钱都行,卖房子也行。 胡妈在ICU住着,胡天就在外面陪着,连着过了两三天,赵团团在旁边劝说,老公,你也得顾着自己的身体,何况咱们还有孩子呢? 胡天眼眶凹下去,眼圈乌黑,冒出的胡渣,此刻这个男人狼狈极了。 他舔了舔干裂的嘴唇,团团,以前不觉得,现在我明白了,妈爸年纪都大了,他们会先离开我们,而你和儿子会陪我更久。 在我心里,妈妈第一,爸爸第二,儿子还小。 第三,你只能第四了,赵团团真想捶抱这个男人的脑袋。 但又一想,他现在脑子可能不太清醒,就没有说话。 只把便当丢到他面前说,你吃吧,我回去了。 有惊无险,过了两个多月,胡妈出院了,但是人瘫痪了。 整个身子只有一只手,还能勉强动弹,出入全都靠轮椅。 虽然脑子不糊涂,但基本丧失了语言功能。 胡天更心疼妈妈了,在赵团团面前念他妈妈如何不容易。 身体的巨大变化,让原本精明强势的胡妈妈脾气骤变,经常大吼大叫,气走了不知道多少个保姆。 赵团团为他吃饭,只要胡天不在面前,他就立刻吐出来。 赵团团呢,一句话也不敢说婆婆的不好,因为婆婆之前对自己的好近人皆知,自己说他一句不是,就是不孝顺,所以只能尽量和婆婆少见面。 胡天一头栽进照顾妈妈的伟大事业中,对妻子赵团团和儿子小胡,想起来管一管,想不起来就算了。 从这之后,明明结婚才一年多的夫妻,竟然在漠不作声的情况下分举了。 赵团团带着孩子助主卧,胡天助次卧。 赵团心里酝酿了好几次,想和胡天离婚,也在父母面前提过两次。 赵爸爸摆出了优秀教师的口才,团团,你不要想着离婚,天地君亲师,你婆婆又病了。 胡天照顾,她是理所当然,贤妻良母,你一定要照顾好孩子,为她减轻负担。 团团,爸妈平常太倪爱你了,我和你爸也是磕磕碰碰过来的。 当初你奶奶也给我甩过不少脸色,忍忍就过去了,咱们亲朋好友,哪有一个离婚的? 你要是离婚了,爸爸妈妈怎么对他们说啊? 赵妈端出一副过来人的架子,赵团团也不好再说什么。 他了解自己的父母,自诩知识分子,最讲究体面二字。 在他们的眼里,胡天是大大的好男人,一心照顾生病的母亲,既没有出轨,也莫好赌家暴。 至于疏忽一点妻子儿子,这些,哎,中国家庭,有几个妻子儿女没有被丈夫,父亲忽视过呢? 至于和先生长期分居,算了吧,打死赵团团也说不出口,试问天底下的男女,有几个敢把两口子床上的事情跟自己爸妈分享的。 想着儿子小胡还在怀里吃奶,赵团团只能唱两句,Let it go,Let it go随他吧,都随他吧。 就这样,两口子竟然过了好几年,一晃儿子小胡都上了小学,有了自己独立的小卧室。 胡天都莫说要和赵团团一起住,赵团团也没说过让丈夫搬回来。 唯一能印证他们夫妻关系存在的,就是每个月15号,胡天放在抽屉里的3000块。 5,最近,抽屉的3000块也没了。 儿子小胡上幼稚园之后,赵团团开始正式工作,吃过了不用工作,我养你的亏之后,他深刻地明白,只有钱才是最靠得住的。 如今,赵团团已经跳到了一个网络大厂,做专案负责人,薪资是胡天的三倍。 对于抽屉里的钱,他压根没当一回事,可接连不给,胡天是什么意思? 莫等赵团团开口询问,胡天突然转了三万块给赵团团,赵团团心里有点高兴,怎么着? 老胡良心发现了。 又过了七、八天,一家三口正在吃晚饭,胡天对妻子说,我给你的钱,你收到了吧? 那个钱,是给孩子报下令营的,我墨钱了,剩下的你补上吧。 赵团团没搭理他,转过头,看儿子吃得差不多了,说,吃完了吗? 吃完了就写作业曲,一会儿妈妈检查。 看着儿子进了房门,关上门,赵团团才开口,老胡,补上。 儿子的下令营七万五,就算是AA制,你给的三万也不够啊。 而且咱们说好了,儿子上学的钱你管,补习班兴趣班,我来。 我管,可是我现在管不了了,我真没钱。 胡天说得十分为难,所以连三千的生活费也不给了。 你不是有钱吗?我看你花钱挺痛快的,你要是闲儿子下令营太贵,就去个便宜点的。 提前跟你说一声,孩子的学费我也不够,到时候还得你凑,一凑。 看着坦然的胡天,赵团团觉得很不可思议,他反问了一句,要是我墨钱呢? 没钱,墨钱就让孩子去个破学校呗,大不了就去个公立学校嘛,他还在义务教育阶段,不用花钱的。 赵团团一下子被气笑了,胡天,这话你也说得出口。 说完赵团,就离开饭桌,去书房看儿子的学习状况。 看着安静写作业的儿子,侧脸和胡天一个模子刻出来的。 他不明白,如果说众男轻女,为时磨胡天这么不痛小孩呢? 不管胡天如何,小胡他是要好好教育的。 下令营的钱,赵团团全额补上了,学费也是他拿的。 胡天已经开始理所当然的不给家里拿钱。 赵团团十分无奈,胡天知道他在乎孩子的教育,这七寸捏得死死的。 有时候他也想一赌气就不管孩子了,但毕竟是亲生的,大人闹脾气,不能让孩子受罪。 胡天不肯给小胡花钱的事,到底有了结果。 这天,赵团团下班回家的时候,发现家门口的门是开着的。 门内胡爸爸和老公胡天说话的声音不断地传了出来。 爸,你放心,咱们家没问题的,团团上班,我不给钱也行。 小胡上学也不怕,也不是非要读私利,不能就读一年公立学校,省下钱也有二十多万呢。 你缺的那三十万,我一定给你补上。 儿子,爸只能靠你了呀,你姑姑的三十万放到我这里,我本来想买个基金,纪念币赚点利息,给你妈妈花,谁知道都赔进去了那个,理财专员说一定赚钱的。 现在都跑了,我不给你姑姑,她非得和我拼命啊。 你知道,爸爸是个体面人,主要不能让你妈妈担心啊。 您都是为了妈妈,你也要注意身体。 赵团团听着,一猜就知道,里面的父子两个人就差抱头痛哭了,爸爸发自肺腑地忏悔,儿子温言软语地安慰。 他在这一刻彻底地明白了,胡天不是他老公,他只是胡爸胡妈的儿子,他转过头,离开了家门。 如果此时自己只有二十五岁,应该去买醉吧。 但,现在他已经是个三十五岁的女人,填饱肚子的同时还得考虑着不能发胖,吃了点东西,赵团团感觉好了不少。 他返回了家,门已经关上了,看来父子俩的话已经说完了。 开锁,关门。 餐厅里,老公胡天正在吃泡面。 鬼使神差的,赵团团问了一嘴,老公,你之前,在你的心里妈排第一,爸排第二,儿子排第三,我排第四,是吗? 胡天咽下了面,擦了擦嘴说,对啊,因为妈病了,爸年纪也大了,儿子还小,你是我的妻子。 成年人,不过我保证,等你老了,我也会对你很好,很好的。 赵团团笑了,什么也没说,就回到了卧室,看着只有自己东西的房间,默默地说了一句,老了。 胡天,你觉得咱们真的能到老吗? 到老是不可能到老了,看上这样的老公,赵团团能不能活过四十岁都是个问题。 即便侥幸活过去了,想必不是奄奄一息,就是成了大度弥勒佛,什么都无所谓了。 当他还在胡思乱想时,敲门声给他拉回了线时。 打开门,老胡讨好的在门边站着,团团,小胡要放假了,你们不是都喜欢海边吗? 我看了三亚的自由行,上一次咱俩旅行还几年前呢,怎么样,一起去散散心吧。 赵团团的年假,一直是为儿子小胡的寒暑假预留的。 正好自己也要带孩子出去玩,对娘俩抠门的老胡突然大放起来,团团心中充满的困惑,却还是答应了下来。 六,到了三亚,一家三口玩了两天,胡天一直心不在焉,十分敷衍。 赵团团半真半假地问,老胡,你怎么了心神恍惚? 惦记着海滩美女啊。 这几天天冷,可下不去,水。 胡天叹了口气,不是,海南的天气真好,空气也好,适合人养病养老,爸妈年纪大了,我想在三亚这边给他们买套房子,我表姐也莫工作,正好来帮忙,再找上个阿姨,就够了。 那你呢,不坐孝子贤孙了? 飞机方便,我周五下班就飞过来,周日再赶回去就行了。 胡天的语气,从北京到海南,也就是家门口到菜市场的距离,来去那么简单随意。 钱呢? 之前说给孩子交学费,你也莫钱,夏令营也莫钱,三亚的房价可不便宜啊。 赵团团十分地冷静,她已经没有和胡天吵架的欲望了。 胡天以为,妻子是要答应了,赶紧把肚子里的计划说了出来,我想好了,你父母都去上海了,你家里那套房不是一直在收租吗? 结婚的时候,你爸妈也没陪嫁,你要一套房不过分吧? 咱们把那套房子卖了,不就能在海南买房子了吗? 把我的房子卖了,给你爸妈买房,那房子写谁的名? 赵团团强忍住墨孝出声,当然是写我爸妈的名儿了,他们年纪大了,妈妈又瘫痪,不写他们的名字,他们住得不安心啊,说出去也不好听。 胡天大义凛然的样子,让赵团团,觉得,自己不为胡家献身,都对不起自己接受的九年义务教育。 赵团团此刻无比感谢父母,自己家虽然当初拆迁分了几套房和不少钱,但赵爸爸,赵妈妈一辈子以知识分子自居,最讨厌别人用看爆发户的眼光看他们,从不和别人提起,家里拆迁的事,所以他家里有五间套房的事情,胡天并不知情。 本想好好欧缝一下胡天的赵团团,想了想,便把嘴闭上了。 好,好,心里盘算着离婚的机会,来了。 这样啊,可是房子是我爸妈的,总得给我点时间。 赵团团说得和风细语,给时间,给时间,老婆你真好。 胡天猛地抱住妻子,亲了一口。 之后几天,赵团团陪胡天转圈地看房子,胡天也忠于踏实陪了一次老婆小孩。 回京后,赵团团也一改对婆婆疏离的样子,变得亲近起来,还特意在老胡,七大姑八大姨面前表现。 老胡啊,这是我给妈妈买的燕窝,还炖了好几个钟头呢,你陪我喂给妈妈吃吧。 老胡,这是我特意和推拿中医学的按摩,让妈金脉舒畅,你看怎么样。 妈要是不舒服,我就再去学。 爸,今天我陪您,一起推妈妈下去晒太阳。 到了社区花园,胡爸爸一心盯着别的邻居下象棋,打扑克,照团团明了地笑了一下。 爸,你去玩吧,我陪妈妈。 胡爸爸一听,乐呵呵地转身,陪瘫痪老太太哪里比得上自由玩耍呢? 不仅如此,赵团团还邀请胡爸的旗友来自己家里下棋,自己在公婆的房子里照看婆婆。 每次给婆婆买保健品,也有公公的一份。 一起生活这几年,赵团团怎么会不知道,婆婆行动力所时,是家里的一把手。 公公只能为命是从,钱一直在婆婆和胡天手里,公公一个月就一千块,哪里? 够爱玩的老头折腾,为此,他出钱让公公旅游,给公公大把的零用钱。 还在社区的老年歌舞团面前诉苦,表孝心,爱,张叔,王怡,你们的老年生活太好了。 我公公苦哦,我也劝他出来和你们一起锻炼,可他总放心不下我婆婆。 我说,我把工作都辞了,就是为了照顾二老。 叔叔阿姨,你们没事多找我公公出来溜达溜达。 对了,车里有朋友刚送的,有机大琵琶和进口车梨子,特别甜。 冬季吃了,润肺,对,身体好,我给你们拿点啊。 不一会儿,三四个老年团骨干的叔叔阿姨一人手里一箱大琵琶,车梨子。 在连环表现之下,赵团团顺利赢得了小区邻居和亲属们的表扬。 胡爸爸对他甚至比亲儿子还好。 老胡也很满意,不过也有点忧虑,团团啊,我听张叔说你都辞职了,这没了收入,怎么让孩子上学呀? 老公,你放心,你说得对,爸爸妈妈时间有限,应该对他们好。 小胡上完这半年,还可以独公立,而且房子卖了,买三亚的房子,也有剩余。 对了,我,妈生病了,你是不是得慰问慰问? 这么多年,你可一次都没去上海看过他们。 慰问,慰问,我对不起你爸妈,你对我爸妈这么好,我确实疏忽了,电话也莫怎么打,可是我也没办法啊,这次我陪你去。 赵团团点了点头,老公,你看我为了你和爸妈,把房子都卖了,你是不是也得为我考虑啊? 胡天抬眼,赵团团接着说,我为咱爸妈把房子卖了,你就把咱们住的这套房子,过户给小胡吧,我儿子名下有房产,我也安心。 胡天一听笑了,行啊,给我儿子,没问题。 很快,赵团团就拉着胡天把过户手续给办了。 趁着帝都房价水涨船高之时,卖了自己名下那套还在收租的房产,花了小部分钱买了一套小两居给公婆。 一番操作,赵团团手里多了大把现金,儿子名下多了一套北三环大三居。 七,如今,赵团团成了家里的大红人,打入敌人内部的时间一场, 她说的秘密,团团啊,天天和她妈,太防着你了,你们结婚以后啊,她还在东边买了套房子, 都莫告诉你,没事的吧,这些我都不在意,我们赚钱就是给你们花的,还有那三十万,我都知道的。 哎呀,那三十万也是我不对,天天拿了钱给我,说是小胡上学的钱和给你的生活费还有私房钱,我对不起你们啊。 没事,没事,爸爸,给,这是一万块钱,滑动六十,好好玩啊。 我和胡天说,你们集体出游一个人就一千五百块钱,这是咱们的小秘密。 胡爸爸被媳妇塞来的大红包和宽容大肚彻底感动了,慌忙收起钱,就差老泪纵横了。 过了几天,胡爸爸出门旅游了,赵团团照顾完婆婆,交代好保姆,就回了自己家里,收拾起行李,算算日子也差不多了。 晚上,胡天看见客厅里堆满了赵团团打包好的行李,问了一句,要去上海看你爸妈吗? 我还没请假,别请假了,你都拖了二个多月了,我妈病早好了。 是了,是了,不是我妈这走不开吗?房子的事情,还是你去说比较好。 胡天又露出了招牌傻笑。 房子,我会去说的,还有,咱们离婚吧。 孩子归我,你按月给抚养费,我也不多要,一个月五千,别的我就不和你算了。 赵,团团云淡风轻,就跟在说今天天气多云。 赵团团,好好地说什么离婚呢? 胡天还想获悉你,怎么不离婚呢? 离婚协议我都写好了,字也签了,莫问题的话你也签了,明天早上八点,咱们第一个,就去办。 胡天抓过离婚协议书,来回看了三遍,这才发现赵团团不是在闹着玩,开始吼叫起来,赵团团你疯了吧? 和我离婚,你的工资比我多,这都是婚后财产,你得和我分。 你让我过户房子给儿子,早就算计好了。 嘘,天天,别叫,你听。 赵团团放下了播放件,里面传出来胡天亲口说的对岳父岳父关照不够, 还有胡爸爸说的东边的房产,三十万的录音,我还去查了你名下的房产, 莫想到真的有,你要跟我算婚后财产吗? 好呀,我可是三年末工作的,比你工资高,也不过这两年的,事情。 还有,咱儿子的消费,各类银行流水,我都有,你要查吗? 你说我算计,我可是给你留下了东边的房子的。 赵团团,你恶毒,谁不知道北三环的大三居和东六环的两居室哪个更值钱? 我要告你,胡天已经词穷,赵团团脸都默红一下,就把话说完了。 恶毒,我可是十家好媳妇,这半年多,你问,谁不夸奖我孝顺,辞职伺候瘫痪婆婆, 送公公出旅游,独自照顾孩子,你要语音有语音,要录像有录像, 你,最好把房子腾出来,不管是卖还是租,我会安排人处理。 这会儿我没有工作,有的是时间和你闹,你和你的单位做好准备吧。 胡天,一副受不住打击的样子摊在了沙发上。 第二天一大早,赵团团和胡天就把婚离了。 此时是暑假,儿子小胡已经在上海等他,行李已经在后车厢, 至于辞职,他早就打算带孩子去上海住一段时间,自己那套胡天唯一知道的房产已经卖掉。 赵团团也打算和胡天、胡家老死不相往来。 除此,赵团团还给胡家留下了一个礼物,胡爸早年受够了胡妈的管束。 胡妈一病又被儿子管着,她移到了老年歌舞团,算是发现了一方乐土。 团里有的是丧偶且保养得当的老太太,胡爸爸的春天幼,来了,这次去华东旅游,便有她的红颜知己作陪。 胡爸虽然不能离婚,但有了新的玩伴,谁会好好照顾瘫痪在床前早就厌恶的老太太呢? 比起被赵团团套路的房子、钱,自己亲妈年老瘫痪还要被出轨问题困扰。 这才是让胡天更痛苦吧,不管胡家现在如何一团乱,都已经跟她没有任何关系了。 赵团团新的人生,马上就要开始了。 好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